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物是 香格里拉酒店之父郭赫年先生 郭赫年先生在1923年10月6日 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 郭赫年是马来西亚最杰出的企业家 享有酒店大王和亚洲堂王之称 2017年他的净资产已达到125亿美元 被福布斯归入为马来西亚首富 1959年他在槟城创办了第一家炼糖厂 出糖从泰国购入加工后运到师姐各地 这是他年轻时展入商业天赋的大手笔之作 为了改变进口出糖的被动局面 他就在玻璃市种植甘蔗以获取糖的来源 在他之前马来半岛的主要种植是稻米、胡椒和柯柯等 2022年一直是马来西亚糖业的最大供应商 估计说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 此时通过多边贸易 他在国际糖业的市场份额也有10% 直到2009年郭先生将大马糖厂的所有股权 脱售于联邦土地发展控股的子公司 土展局全球创投 那一旦正常的商业交易引来很多杂音 又连普通消费人都嗅到一些不寻常的气息 这一天郭先生不再是大马糖王 马来西亚人对郭先生的支持与喜爱 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 2011年郭先生推出的面包品牌Mashimo 在短时间内成为马来西亚最畅销的面包品牌 支持Mashimo面包的热潮也席卷社交媒体和网络 虽然郭先生早在70年代就旅居香港 但他曾经说过他的心可以分成两半 一半是中国另一半则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拿督林翔才说 马来西亚代表团每一次到香港 若是郭先生有在 他一定会接见 此外最让拿督林翔才印象深刻的就是 政府每一次推动大马旅游年时 郭先生旗下的香格里拉酒店 都会免费播放旅游大马的影片 2013年10月 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时 先生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 并当场签出一亿令吉给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分校 英国之旅是郭先生做生意的转列点 这次的旅程使他认识到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方式 其中影响他最深的就是期货和股票交易 这些知识帮助他后来在白糖期货交易上 无往不利 1973年的某天 华润集团的两位高管与郭先生来了讲秘密的紧急会面 并说到国家缺糖同时也缺钱 对中国政府突然的请求 手中并没有如此巨量白糖库存的郭先生决定到国际市场筹做30万吨白糖 郭先生明白 如果消息传出市场的糖价会上涨20%至25% 所以试图在不惊动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派人到巴西购买白糖 可是价格贵 老百姓就不敢轻易尝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以发福利油的方式 在各大单位出销 金融鱼小包装油就这样成功的走进千家万户 虽然金融鱼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有消费者指责金融鱼用转基因大豆 虚假宣传 信息不正确等等指责 但金融鱼还是勇往直前 并通过大量的研发和申请国际品质认证 而消除市场的杂音 酒店大王是郭先生的另一个称号 湘格里拉酒店的创办人正是郭鹤年先生 湘格里拉的起源是英国小说家James Hilton 于1933年在他的书 《Rose Holiday》中描写的一个世外桃源 2012年 湘格里拉宣布旗下的酒店和度假村 将不再提供鱼翅 这项计划深受环保人士的支持 表现出企业关怀社会的良心 郭先生涉及的行业实在太多 低调行善的事迹也很多 所以在这就不一一说明了 好影片了最后 恭喜郭先生荣获2012年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在此祝您寿彼南山 富如东海 订阅及关注 以获取第一时间的更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